历春 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 古籍群方谱对历春解释为 历始建也 春气始而建立也 单一个例子就体现出历春作为老大的强势 紧跟的春子使我们眼前浮现出冰雪融化 草芽萌动花枝韵雷的美好画面 是的 春天特有的生机和活力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说到历春时辰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相传古时候历春快到来的时候 县令会带着本地的士绅名流去土地里挖个坑 然后把羽毛等轻物放到坑里 埋上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到了 到了某个时辰羽毛会从坑里飘上来 这个神奇的时刻就是历春时辰 家家户户开始放鞭炮庆祝福这一年风调举顺 五谷风登 历春是一个时间点也是一个时间段 中国传统将历春的十五天分为三后 一后东风解冻 二后折虫始阵 三后鱼制复兵 意思是说历春武士 东风松暖大地开始解冻 五日后折居的虫类慢慢在冻中苏醒 再过五日 河里的兵慢慢融化 鱼开始到水面上游动 无需任何特效 历春就上演了现实版的万物复苏 作为老大的历春 自古以来很受重视 事物纪元记载 周公始至历春土牛 盖出土牛 以示农耕早晚 宋朝时历春前一世 地方官送春牛入宫 历春当时正午时分 春官用柳条编打枝 为之编春 到了清代演变为全民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 民间也要制作春牛编打枝 意在提醒人们一年之际在渔春 要抓紧春耕生产 莫物能食 山西民间流传的春字歌 春是春风动 春江春水流 春神饮春酒 春官编春牛 唱的就是编春牛的盛况 所以历春已称大春 民间到现在依然是这个说法 小编认为大春比历春更生动活泼 也更能体现这个节气的民俗特点 历春当天北方一些地方要吃萝卜 为之要春 还要吃春饼 有了春饼自然少不了和菜 所谓和菜就是用石令蔬菜或拌或炒 卷在春饼里面吃 虽然厌语说吃了历春饭一天暖一天 然而历春之后的一段时间 往往冷暖不定 要当心 倒春寒的侵扰 春午秋冻 以防感冒 在作息时间上 也应顺应自然界的规律 早睡早起 在精神养生方面 要历届暴怒 更记忧郁 做到心胸开阔 保持心静愉悦 一年之际 运载于春 抵春的到来 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我们将开始新的路程 你好春天 向着阳光 我们出发